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快畫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呢,來就是我們的模擬市民室,黑寡夫系列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那上次呢,我們的Angel跟好朋友Candy 來到這間餐廳吃飯,好吧,希望今天菜會上 好,那我們Angel跟Candy繼續抱怨跟她說 有沒有什麼建議呢,有沒有什麼擺脫,難過的方法呢 跟好朋友詢問一下建議 然後我們看一下,隔壁桌,你們為什麼不坐 為什麼站著 1點一下,他們來點餐了嗎 他們上次好像來點餐對不對 好像有 好吧,希望今天菜也成功上 希望,因為別桌的菜都有上啊 我們Angel有這心情真難過 看在我們Angel真難過的份上,幫我們上個菜吧,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Angel跟Candy,我看一下喔 現在都不能講好笑的,因為Angel非常張心 好吧,那我們Angel跟Candy就是長一點友善的 跟他,哇怎麼了,吵架了 好,我們英雄呢,跟Candy講什麼呢 我看一下喔 啊,我們問一下Candy是什麼職業好了 我們好像還不知道Candy是什麼職業 好,我們英雄呢 好,我們英雄問一下喔 看Candy是什麼職業呢 雖然說,感覺好像我們知道嗎 雖然說,感覺好像我們知道嗎 我不是很確定 都問一次吧,沒關係 喔,我們英雄剛剛得知Candy是失業狀態啊 難怪,難怪我們Candy看起來心情不太好 有沒有 我怎麼感覺啊 我怎麼感覺啊,Candy雖然就是邀請我們英雄出來彈心 可是感覺我們的Candy心情好像比英雄更差啊 看到心情不太好樣子 好,我們英雄呢 嗯 講一下,跟講一下說 Candy你的心臟好大聲啊 心跳聲好大聲 講這樣怪怪的喔 講一下吧 我們英雄看著Candy這個表情 非常認真 我們英雄跟Candy說 你的心跳聲好大聲 讓我想要吸血 讓我嚇到他了 他生氣了 好啦,算了啦 我們不要講這種奇怪話好了 等一下要嚇壞人家 好,我們的英雄呢 問Candy跟我怎麼樣 然後呢 跟他講得有點友善的喔 我們不要講奇怪話 雖然說我們英雄肚子非常的餓 可是呢 還是不要講奇怪話好了 可是感覺我們英雄肚子很餓 可能會忍不住了 好,我們英雄呢 稱讚Candy的脖子 跟他說Candy 你的脖子那邊有一個靜脈 看起來非常的可口啊 喔不是 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好,我們英雄稱讚一下喔 其實啊 我們英雄可以偷吸一下Candy的血嗎 可以嗎 因為我們Candy 感覺 他應該不會記得吧 哇他好生氣了 我們英雄剛剛 穿在Candy的脖子 他好生氣了 好啦算了 我們英雄還是熟練一點 那我們英雄能跟Candy 嗯 抱怨太陽 想這應該沒什麼吧 然後再來一點友善的喔 我看 我們英雄能跟Candy講什麼呢 講一下 風很大好了 跟他說外面風好大啊 有沒有覺得很準啊 然後我看一下我們的菜 上了嗎 還是牛卡住了 不是啦 有沒有這麼衰啊 每次都是其他人的菜可以上 然後我們英雄的菜都不會上 到底怎麼回事 其他桌的菜都上了啊 這邊也上了 這邊桌也上 好嗎 現在等一下吧 但願菜可以上 但願 好吧 那英雄呢 可不可以趁機 偷偷地吸一下Candy的血 雖然說他感覺有點 有點過分 可是會感覺他不會發現吧 大概忘記了吧 好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我們的英雄呢 來個深度C線 Candy 測試友誼的時刻到了 我們英雄表示他肚子非常的餓啊 有心情這麼長 你能不能夠攻擊下你的血液呢 雖然說Candy應該也不會記得喔 好英雄呢 來試圖C線 C線 怎麼樣呢 哇 Candy真氣喔 好 我們來試一下喔 我們的英雄轉換成黑暗模式 然後來試圖C線 C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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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不會記得 應該不會的 好 來啦 Candy 為他朋友共性一下 這時候展示友誼的時刻喔 哇 好英雄剛變成了大士忌獅子鬼 太強了吧 對阿 我們英雄封頂了 我們英雄的等級跟弗拉底女一樣啦 太開心 風頂了 好 今天我們等下再開到點是嗎 我們英雄想喝飽再說 不知道Candy的血好喝嗎 不知道阿 試一下阿 我們英雄以前好像沒有喝過Candy的血 應該沒有 總得好好喝看吧 希望Candy是好口味 然後散壞服務生 奇怪我們菜到底上了沒阿 服務生你不能怪我們英雄阿 藥怪只能怪你們菜上的太慢 還有我們英雄只好就地去菜 對阿到底要不要上菜阿 超滿的阿 好我們英雄喝飽囉 Candy應該是沒發現 應該 好我們英雄能換回她的冬裝 換回她的冬天衣服 最後一件 我只有有空的時候呢 可能會幫我英雄多抓幾套冬天衣服 應景一下 好看喔 食物到底要不要上阿 還沒有 他們還在數 那我們是不是看一下這餐廳裡 有誰來吃飯呢 對了關於我們英雄的下任對象阿 上一次投票的 第一名是妮克 可是因為大家好像都不太少妮克死掉 大家至少看到英雄跟妮克在一起 可是捨不得看她死 所以呢我們可能不會攻略妮克 那第二名呢是Bella 就是我們英雄的前夫 Mortem的前妻Bella 非常複雜的關係 錯綜複雜的關係 那上次投票第二名就是Bella 所以我想阿 我們英雄嚇人對象 可能就攻略Bella吧 在這邊 哇 妮克阿 妮克打電話來問我們英雄說 要不要去她家裡坐坐阿 好吧 這樣Candy倒地了 然後 我們的菜也不上 然後我們英雄也跟Candy聊過心事了 跟她抱怨一下 乖老公死掉的事情 也算是有談到了對不對 所以我明雄去囉 我明雄去見一下妮克吧 既然妮克邀請了 我明雄去吧 不得不說 感覺妮克最近很積極 一直在找妮酒出門阿 有一種想要送死的節奏阿 可是沒有 不會讓死的 暫時 好明雄來到妮克家囉 我明雄跟妮克講一下 跟她 講說 我老公死了 跟妮克講一下 抱怨一下 妮克怎麼了 妮克很相信嗎 妮克很生氣阿 她說你老公死了 關我什麼事 不要跟我講這些 哇妮克你好無情 我明雄跟妮克抱怨老公死了 結果害我扣扣阿 還算了 好蠻心 我感覺妮克可能是 不太少聽到英雄老公這件事情嗎 雖然說她知道 可是還是不太少親口聽到 一定是這樣的 一定是 好蠻心 那先到這裡吧 我們英雄呢 哇他們抱抱欸 默默抱抱 我們英雄呢先跟妮克進來 進來之後呢 我看一下喔 妮克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阿 我明雄有喝個洗髒包嗎 喝一下 因為肚子有點餓 喝一包 我要跟妮克追老天 跟妮克分享 分享妮妮 該說你知道嗎 其實 我是一個 黑寡婦 會不會嚇壞妮克阿 要分享個妮妮 看妮克有什麼反應呢 我明雄跟妮克說 我個秘密要告訴你 其實呢 我殺到了 你不認老公 有沒有嚇壞呢 哇你看沒什麼反應阿 你看蠻開心的 所以他沒有被明雄嚇壞嗎 好像是 好明雄呢再跟妮克 聊一下血這樣口味吧 跟她說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誰的血比較好喝呢 誰是好口味呢 然後明雄呢 跟妮克 來一個溫暖的擁抱吧 感覺明雄現在應該說 有點心靈上的福本 哇 妮克還主動安慰 英雄耶 好吧還不錯 然後 再擁抱一下 然後呢 我們明雄再來什麼呢 再來營亮一天 然後明雄呢 再跟妮克尋問意見 跟他說 雖然說我老公是我殺的 可是他死了我還是有點難過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你有沒有什麼讓心情變好建議呢 我會叫妮克咯 然後妮克說 如果想讓心情變好的話呢 不如我們來喝一杯吧 好主意 好明雄能來這邊弄一杯喔 我看一下 我明雄要做什麼飲料呢 做一個 有沒有什麼血髒飲料啊 還說明雄還不會做 我明雄好像還不會做血髒飲料對不對 我明雄有做一個 這個吧 root beer就是 沙士那類的 不是有人說嗎 其實汽水裡有一些 會讓人心情變好的東西 像以前狗可樂 不是用來治療什麼憂鬱症的嗎 所以那我明雄來喝點汽水吧 跟妮克喝點汽水 看能讓心情變好一點呢 來試一下吧 我們明雄過來這裡 從全臉定了一瓶沙士 然後呢倒出來 來把尼克喝 等一下尼克去哪了 該跑到棺材裡了吧 瞬間消失 還是跑到樓上了 我找一下喔 嗯?習慣? 我聽到尼克的笑聲啊 可是沒有看到他的人 我在這裡 他來把尼克過來這邊喝 哇他拿過來喝咯 尼克也太迅速了吧 他把飲料拿過來 他剛可能飛過來拿飲料 然後跑過來 好明雄過來這裡唷 我發現尼克是窄窄耶 一直想坐在電腦前 哼 連喝飲料都坐在電腦前 好明雄呢 邀請尼克過來這裡坐著喝喔 坐在這裡 看一下外面的山景 這樣子喝才有意境嘛 對不對 要不然尼克坐在電腦前喝 好像少了一點氣氛 好明雄呢 跟尼克 繼續講喔 跟他抱怨說 哇最近天氣好陰 冬天到了 跟尼克抱怨一下 其實我感覺啊 我明雄跟尼克 真的可以變成一個 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啊 因為感覺他們都蠻多共通話題 他們都是吸血鬼對不對 然後尼克跑去洗盤子 果然是愛髒好男人 愛跟進的好男人 好不錯 然後洗完盤子後飛回來了 洗完盤子後來陪我們英雄聊天 英雄跟他說 最近天氣好陰啊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啊 冬天震到了 好那我們英雄呢 在跟尼克聊什麼呢 我們英雄在跟尼克聊一下 料理喔 跟他說 你會不會做血膠烙影呢 你們能做一份給我吃呢 跟尼克聊一下 看他會不會呢 然後尼克說 嗯我以前想做血膠烙影 可是我好像也不會做 對吧 我今天尼克好像不會做 應該是 好那我們英雄呢 我看一下喔 趁機 打個電話給貝拉好了 在晚上八點 我們現在慢慢的喔 慢慢的喔 曾經感情 因為像我們英雄呢 狀態非常差 他還不能出門攻略對上 會不會還有Coco 所以我們英雄呢 先打個電話給貝拉喔 跟他說 你最近還好嗎 告訴你 你的前夫 也就是我的前夫 他是我 看到我們每次共通話題 有空話出來聊聊呢 問一下貝拉啦 哇 明主跟貝拉好夾夾啊 看就用電話聊得不錯 好了明主呢 再傳一封簡訊 傳一封簡訊給貝拉 每次就傳一封簡訊 然後打個電話 慢慢增增感情 好了 等一下我們明主呢 不如跟尼克來這邊 泡一下好了 泡一下按摩浴缸 算說沒有什麼浪漫的喔 沒有說要很浪漫的情緒 就只是放鬆心情泡一下 用明主的心情不好嗎 只要有個人陪他說說話 然後呢 稍微放鬆一下心情 進來泡一下 我明主的傷心好兩天啊 因為我明主剛死了老公 所以他變成寡婦 所以會傷心兩天 所以感覺啊 我明主真的是對美人 還是要付出真感情啊 雖然說人都傻傻的 好了明主呢 跟尼克明浪一天 然後呢 跟他追出牢 寫張口尾 然後再來跟他 可以講笑話啊 然後我們明主呢 可以跟尼克講一下說 哇天氣即將變冷了 我好期待冬天 因為之前啊 我們不是有用明主講說 他喜歡冬天嗎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對於 冷天感到興奮 所以跟尼克老一下喔 然後再來跟尼克 講一點傷心的東西 我們再試一次喔 跟尼克說 死了老公 看尼克能否願意聽呢 我們來試一下吧 其實啊 英主跟尼克的好感度默默的蠻高的啊 已經到超過一半了 真準 哇他們變成好朋友了 太好了 對啊 我真準英主跟尼克變成好朋友啊 感覺他們真的有非常多的共通點 好明主呢 跟尼克講喔 抱怨上機的心情 這次尼克有聽嗎 介紹願意聽了 那我們英主呢來潑一下水看看 哇 英主心情不好 隨便潑了一下就算了 然後尼克說 我想吃燒烤起司 其實真的喔 我肚子有點餓 還蠻想吃東西 好沒有啦 好我們英主呢 再跟尼克講什麼呢 我配上喔 配上好笑了啦 所以我們英主的心情在恢復當中 太好了 所以果然啊 心情不好的時候呢 還是要多跟朋友出去 才恢復心情 哇 我們英主給送尼克一個好笑禮物啊 什麼是好笑禮物 我們看一下喔 英主潛到上面 然後跑到尼克旁邊 然後送禮要走出來 怎麼樣英主你要送尼克什麼好笑禮物 我還蠻好奇的 我看一下喔 什麼禮物 我們英主送尼克什麼 哇 尼克不喜歡啊 不過好笑嗎 好吧 哇 看樣子尼克想游泳了 還能游一下吧 我們英主來這邊 游泳順便運動 來運動 哇 等一下 默默開始調情怎樣 太好笑了吧 好我們看一下喔 假設我不要去操縱他們 他們會做什麼呢 等一下 英主不是很相信嗎 可是他像一個調情啊 真感覺英主和尼克超合得來的 連在我們英主這麼相信的時候這個調情 因為以往啊 他們就是 很難過的時候是無法做任何浪漫的舉動的 如果是有人跟他有浪漫的行為他還會拒絕 可是沒有想到看 尼克跟英主 調情太接受啊 好來游泳喔 變游泳變到天 哇 底下都有看到嗎 他們真的很冷啊 所以因為現在開始變冬天 在戶外游泳會冷啊 所以還蠻有趣 天氣真的有影響欸 超酷的 好吧 這樣冷的話就不要有了 冷的話就先起來吧 感覺明主差不多要回去了是不是 還說明主就要睡這裡 會不會尼克嗎 好我們試一下喔 我們英主呢 借一下尼克棺材睡 來吧 過來這邊睡 然後哭泣 我們英主呢 到尼克棺材裡 記得哭一下 像當初 弗拉蒂米爾死的時候 你可以什麼傷心 想輪到我們英主了 英主哭一下 看不讓心情變好呢 哭完之後呢 就說繼續冬眠了 補充一下能量 好吧 我們下次讓英主 試著邀巴拉出面走走看好了 雖然說不知道我們英主就飆了 哭 在心情中不好的時候 能不能夠有進展 不過我們可以試一下 哇 英主邊睡好邊哭了 超強心 好 那我們下次我們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 喜歡一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 別忘記訂閱是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